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外地工作 我妈工作也比较忙 所以我比一般的孩子 照顾自己的能力就稍微强一些 我爸妈就觉得 我是一个自足自强的成熟孩子 所以就非常放心的 让当时只有14岁的我 一个人出国留学了 另外一方面是因为 我妈妈坚信我来美国是神的带领 再加上这边 她听说有很好的教会 我妈就挺相信 我一切的事情都会有神的保守 所以家里就放心的放我出来了 但其实再怎么成熟 我也只有14岁 刚到美国人生地不熟的 语言也不通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我家里就对我格外的放心 我和我妈最长有两个月的时间 没有联系 我之前就以为 所有的家长都是这个样子的 所以有什么委屈我都比较习惯自己一个人扛 后来有一次在寝室的时候 我去找我另外一个同学问事情 就碰到了他和他的爸妈视频聊天 我回房了 大概过了半个多小时 快一个小时才聊完 才来找我 我当时就随口问了一句 你跟你爸妈多久聊一次啊 他说当然就是每天聊了 我当时眼泪就下来了 我觉得我好委屈 就都是出国留学到高中生 人家爸妈怎么天天都有联系 我爸妈就靠 看我刷信用卡的那个账单 来判断我活不活着 之后我就开始想要去找我妈 就是想要多增加一些联系 但是就被我妈用 你怎么还不睡啊 然后之类的一些话就给赌回来了 我就完全没有办法去联系他们 最出格的事情可能就是两个月 就整整两个月没有任何的联系吧 我当时想着说自己要憋一口气 既然你不找我的话 那我也绝对不要主动找你 现在想想还是觉得挺幼稚的 我当时发了一条朋友圈 大概就是吐槽我妈妈是个假妈妈之类的话 我们师母平常是不看朋友圈的 偏偏那一次他就看到了 我们师母在看到我的时候 就跟我讲了这件事情 就抱着我跟我说耶稣爱我什么的 我的委屈 我的难过 耶稣都有看到 天父爸爸好心疼我 他要给我一个大大的一个hug 天父爸爸要来安慰我 我当时他抱着我的时候 我里面被压抑的那个委屈啊 难过 我害怕自我怀疑啊 就一下子都冒出来了 我当时哭得真的是不能自己 师母就教我怎么来跟神祷告 跟神讲自己的委屈 然后求神的爱来填满我 医治我 求神给我原谅的心来谅解父母的不容易 我当时在师母的教导下 为这件事情祷告了很长时间 在神面前因为和爸爸妈妈发生的争吵 也哭了很多次 我觉得非常神奇的事情就是 那年暑假我回家的时候 我就很突然的就理解了 我爸妈就很多的一些无奈吧 我很相信如果没有圣灵的开启的话 我是看不到这些事情的 如果没有圣灵的带领 我看到的就是 我好不容易回次家 我妈就是要找我麻烦 找事情骂我 但其实不是的 我看到我妈她早出晚归的辛苦 我也看到我妈她几年如一日的 就早上五点半起来临休 我也看到我妈为了避免和我吵架 就强忍的火气 我看到我妈在就是为人处事的时候的一些道理啊 她的做事的方法什么的 那一整个暑假 我就突然觉得我妈好像跟我想的不太一样 她在我心里面的那个形象就整个翻转了 我完全理解她是为什么就是不理我 就是我自以为的不理我 她是真的就顾不上我那边 我就觉得我之前就怎么那么狭隘啊 就那么不懂事不听话 那个暑假的时候我也尝试和我妈沟通 我们之间的联系 就是上学期间联系沟通这件事情 我以为我妈就是会像以前一样 就是责骂我 就是说不懂事啊不体谅她 但是我妈当时就直接跟我道歉了 然后她也很清楚的把家里当时的情况啊 然后家里他们的不容易什么的都告诉我 也跟我做了很多的分析 也表示说她一定会改回常常的关心我 并且她也真的是做到了 我就觉得就是神真的非常的神奇 她的代理 她的恩赐是完全不一样的 当我们在她面前去祷告去求的时候 她是完全的会来翻转整件事情 我们现在几乎每天都会联系 我会愿意以一个谦卑的态度 去学习我妈身上的那些优点 在很多事情上面去询问我妈的意见 听我妈的一些教导啊之类的 并且我们现在也建立了家庭祭坛 我们每天会一起祷告 一起领修有时候我们也会一起进食 互相的鼓励互相的打气 我知道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家长并不理解我们 和我们有代沟 甚至觉得完全没有办法沟通 他们的一些话语以及举动 都会给我们造成很大的压力 甚至说是伤害 这些已经存在的伤害 我觉得一定是需要交托给神来处理的 我觉得我们一定不能因为说之前的一些沟通不当 而放弃和父母的沟通 就我们可以和父母约定时间来谈 或者是写下来给父母看 就明确地告知父母 他们的一些行为或者是语言 让我们非常的不舒服 并且也列出我们的理由 我很相信父母一定是爱我们的 我也相信神一定会在我们的家中 来做一个调和的工作 感谢观看